刘浩然 谭宗运和欧阳娜娜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刘浩然和谭宗运在拍摄《最好的我们》期间各种友爱的合影和路透 浩然弟弟还会监督减肥的谭宗运好好吃饭 不想吃饭 然后我还要减肥 他会多助我吃饭 整个剧组也经常关系好的私下聚餐 但那时刘浩然和欧阳娜娜的CP粉众多 欧阳娜娜还曾点赞过 对《最好的我们》选角很失望 所以每次她和谭宗运的亲近互动 评论几乎都被CP粉占据 后来两个人被拍到同回酒店 当时的刘浩然刚刚成年 谭宗运打他七岁 这下不仅粉丝间展开疯狂骂战 两边团队也彻底撕破脸 然而等《最好的我们》播出后 于怀和耿耿甜到诈的互动 全了不少CP粉 可惜不仅等不到发糖 两位主演已经尴尬到 播出期间全程零互动的地步 大结局时刘浩然最先换掉了剧照头像 感谢剧组所有人 唯独没提谭宗运 而谭宗运的告别内容 干脆直接add了剧中的角色名 这段被疯狂粉丝毁掉的友谊 直到现在也没能换合 知道媒体有时候会误解你的东西 哪怕媒体不误解 他照实的给你弄出来以后 粉丝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其实我们有挺尴尬的时候 耿耿于怀CP 真的让粉丝们耿耿于怀了